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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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什麼三本三餐也沒有 你可以做這麼多早餐出來 幫你沖一杯奶茶 麵包茶, 花生醬 什麼適合的 不夠飽還可以吃玉米片和麥片 即蔥即食 老婆,早餐就說可以了 那晚飯又怎麼樣? 不,你今天去買碗碟碟碟 最重要買個微波爐回來 不用,買電磁爐就行了 電磁爐我們可以有空打火鍋 也可以煮個菜、煮個湯 或者煮個麵也行 老婆,你真會做黑細煮 你別吃東西吃得這麼急 你的胃剛才康復 你忘記醫生說過嗎? 說叫你吃東西要慢慢炒 慢慢吞,不要衝鋒陷阱 對不起,因為我習慣了 開工的時候三爬兩撲 習慣了?這些壞習慣就要改 還有,不要有一頓沒有一頓 待會把麵包吞就算了 知道 老婆,你開始找工作了 好嗎?全部都是銀行那些 老闆行嘛,做衣服不如做衣服 下午約了阿樂 他說替我弄一個履歷表 弄完就可以正式找工作了 我差不多了 你做時間到時候上班 我剛好幫你順口扔紙張 不用,我還要篩選過 看看裡面有什麼可以用的 沒有,我先走了,再見 我先走了 姐姐,這個紙幅合不要了吧? 不要…你不要 好,謝謝 哪有人這麼噁心? 穿著Mine-Tone又不穿衣服到處走 誰? 誰? 什麼事? 姐姐, 這麼巧你住在這裡 我住在樓上, 剛才不小心 掉了一條碗煙筒在你的浪衫架 麻煩你收回給我 麻煩你 你等等 好, 乾杯 不是吧?這麼離譜? 是,我怕她將來連那條胎腰 都不穿走,把毛巾走出來 還有,天井這麼髒 我看見她嚇死我了 怎麼可能我們現在搬進來 才發現問題?之前又不看清楚 老婆,這個跟看不看清楚沒有關係 我們租不起貴的地方 租平的地方,人的質素就差不多了 跟租哪裡都一樣 那我明白,郭伯也不想,是環境逼成 如果她有錢,家裡開行冷氣 不用太大赤子到處走 如果她賺到錢,她不用太辛苦 幾十歲的人真的撿紙皮這麼慘 那就就是了,人家有別人的難處 我們… 把自己的要求降低一點 全都重,天井在那裡 我去找本理主景客 不然夏天一定會很臭 還會惹很多蛇蟲主藝 至於我老伯,找一天我真的會上去找他 老婆,今天買了這麼多什麼? 不是很多東西 我買了一個公仔給林林 你看看,很漂亮的 這個公仔很貴 老婆,你以前不是說 如果她拿不到好成績 就不要買禮物給她 我買了一個公仔,一宗就買了她 我知道你是補償心態 但是這樣對林林林未必好 不要緊,一次半次而已 是呀,最好 行了,當然了 我買了一個公仔,去店了 要買去房子,來買去房子 吃嗎?不用了 要買來買去房子 不住呢 要買去房子,去房子 是, 麻煩你等一會 這位就是我太太, 你認得的 認得… 怎麼稱呼你? 叫我丙德 丙伯, 剛才你見的 我看著你是不是很不舒服? 是… 其他女街坊看到你穿成這樣 豈不是一樣很不舒服? 這些抹煙痛, 真是男人的內褲 對不起, 為何以為會貪快? 出出入入, 幾秒鐘而已 多快也會遇到街坊 以後大家為免尷尬, 舒服一點 最好是穿上一條褲子才出來 我以為是方便, 不好意思, 對不起 關太太, 對不起 不要緊, 一場街坊, 請你吃招 關太太, 這麼客氣, 真不好意思 我進去換那條褲子 試出來倒垃圾, 對不起 妹妹, 我這身打扮也算值得吧? 你快回去穿那條褲子吧 很冷 麻煩各位元緣表格吧? 好 謝謝 以下叫名字的請留下 鄧家琦, 趙詠山, 馬思韻, 陳惠莊 其餘的可以回家等消息 好極了 不好意思, 我想問問你 為何我沒有留下呢? 因為他們有保險經紀牌 我也有的, 寫得很清楚 那你有沒有財務插牌? 我沒有, 但我看見這位小姐也沒有 那或許別人有其他地方優勝過你呢? 他優勝我的地方豈不是他比我年輕 這是年齡其事 我沒有, 你不用不承認了 剛才走出去的兩個 全部四張個呆 留下這些二十多歲青春少爺 這些不是年齡其事, 是什麼? 我告你上去平機會, 入硬你的 初步沒有談過 我覺得以你的經驗 是可以負荷到我們銀行的要求 只可惜在薪酬方面 我們未必可以滿足你 那相差多少呢? 也有三十個百分之 這麼多? 沒辦法, 現在行內競爭很大 而最重要的就是你已經沒工作了七、八年 對於某些銀行的新型理財產品來說 可能有點脫了一折 而對於我們銀行來說 你可能只不過被初入行的同事 在經驗方面稍微多一點點解決 但我很有信心, 我可以學得很快 每間銀行都有每間銀行的規模和運作 坦白說一句 如果從大型的銀行來說 你可能連煙的機會也沒有 那我明白的 我也很明白你的心情 以你的經驗來說 一時間可能接受不了這麼低的待遇 不如這樣吧, 你先回去考慮一下 然後再回覆我吧 那好吧, 謝謝你 老公, 你記不記得哪個Margaret峰? 記得, 代理歐洲標過嘛 她說個笑話給你聽 昨天她在公司大廣開 想請一大班星來參場 誰知道記者收錯時間 星星離開了, 記者還沒到 這麼搞笑? 怪她找錯PRO公司了 那你遲些通知她, 可以委託我們公司 我決定收購Mike那間公關公司 UNI? 我打算收購UNI 成為鼎晶的附屬公司 以後公司的留言推廣 就不用下去找外人 你喜歡的話, 幫你處理慈善報告 這件有些人錯了 是嗎? 那你和我跟緊一點 有私事, 第一時間打給我 怎麼了?是不是有甚麼作制? 想不到秀田沒人監 監開也有人爭 卓先生的兒子Vincent 原來他也在討論UNI Vincent?他不是自己有間PRO公司嗎? 已經是大四公司了 他當然不僅想做大四公司 他當然不僅想做大四公司 他想做行內的第一名 想借著這次的收購擴充自己的公司 那你會否考慮其他公司? 那不用, 不過就給了機會 不然抬高的尷尬而已 那為何一定要教你和我呢? 我們合作開會有默契的 如果換了另一間 甚麼都要從頭來過了 那也對的, 不過放心 我對我老公很有信心 他要得到的東西, 一定得到手 那就請求我老婆歸言吧 還是這瓶二千年的好碟 沒想到你也保持了這麼漂亮的酒吧 漂亮的酒我只會和識貨的人分享 漂亮的酒, 還是像UNI? Vincent, 我也開門見山了 我對這次收購UNI是志在必得 我知道你這次收購的目的 是想延伸公司在行內做工頭 我可以開一個大家都滿意的條件出來 是嗎?儘管說來聽聽 你知道我專門做地產 我買UNI是為了將來公司的地產行務做推廣 幫公司建立品牌形象 其他事情我不會在乎 所以我可以無條件 將UNI原有的客戶全數過了給你 你的意思是, 我可以一毛錢都不用拿出來 就可以全數全納了UNI的舊客戶 沒錯 客戶網絡是一間公關公司最重要的資產 你這麼大方, 到底是什麼原因 令你一定要收購UNI? 只要你滿意我開的條件 我們就一言為定 你很心急嗎? 不如讓我想清楚 最起碼讓我再欺騙幾瓶酒喝一下吧 原來是想欺騙酒喝而已吧? 沒問題 來 好, 乾杯 翔先生, 最後是在英國來的一筆新報 英國皇室人用它, 不知道有什麼興趣呢 這麼新的顏色, 穿衣服不會喜歡的 身為上市公司主席 選的顏色當然要穩重一點 就算我說 不過呢, 還有這隻深灰色 還有這隻藍色 還有這隻黑色, 剛剛有穿衣服 都是媽媽最知我心意 師父, 剛才你選了幾隻顏色這麼花 你以為我是威廉皇子穿去蒲巴嗎? 那, 照媽媽說, 這幾隻每樣都有一套 是的, 多謝穿衣服, 我們先走了 謝謝 謝謝 媽媽, 坐吧 好, 謝謝 好, 今晚你吃飯了嗎? 經歷了一頭, 知道這小時就在這裡了 故意上來碰碰你, 找你吃飯吧 這麼有心嗎? 對, 關心老朋友也應該而已 前陣子你進了醫院, 我也沒有探望你 怎麼樣?最近身體還好嗎? 還是你最有心 不遲到其他人在我病的時候 都只會說錢 你說那三位卓太太嗎? 對了, 三太太和你添了一個丁 你應該很開心才對 老年得子, 本來應該開心的 誰知道她乘機說要分身家 其他那兩個又不肯收拾, 你說煩不煩? 我還打算你魄力驚人 無論是地產、行運、零售 每樣都打得很囂張 我打算你家裡也是一樣的 你別笑我吧, 我快被那幾個女人煩死了 那些記者拿著小小的東西在亂作 每天就來問我, 是不是要分身家 二太和三太是否不對 我怎麼回答他們 做生意的事我就不懂了 但是打理後供, 我想我有辦法 你有辦法 媽, 始終女人跟女人說話比較方便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我想我可以幫你解決這個麻煩 媽媽, 有你肯幫我 我真的整個人安樂了 如果你幫我解決這群女人 我一定會好好謝謝你 那你不用謝謝我 我幫你解決了這個麻煩 這樣你也要幫我解決這個問題 沒問題 怎麼樣?三太太, 滿意嗎? 有什麼滿意?儘管出聲我 這裡的環境挺舒服 這裡的摩斯手勢也不錯 高太太, 你真有眼光 這麼會投資, 開一間這麼棒的SPA 我只是小股東 難得今天三天這麼想 不應該一起來撐我牆 不知道你和我老公最恩見的面 我也難得跟他們倆一起出現 高太太,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有修養 這些要看出身的, 你別怪他 對呀, 你讀書多不代表你最得寵 好歹, 我也叫做生了個兒子 生了個兒子又怎麼樣? 又是名不正言不順 畢竟然我也是名媒正楚的大婆 做人最重要是會分大小 好了…收美, 蔡太太 今天這麼賞臉, 三個來一起撐我場 也算是朋友 就當是給我面子 大家和和氣氣好不好? 好, 稍後最多我免費送一套訊號碼給你們 這套訊號碼很閒 究竟我老公跟你說過什麼? 沒有, 他跟我說過 想承諾一個信託基金 什麼?信託基金? 那你把財產給外人管理? 就是每個人分錢生活費 給我們那種基金? 不是吧? 不是吧? 我剛生完兒子, 沒理由有這種下場 梁家 萬華, 你和我老公這麼熟 不如你勸一下他 叫他打消你的念頭吧 是呀, 他一定聽你說的 是呀, 他和我這麼熟 是呀 你們三位太看得起我了 坦白說, 幫你們說句好說話 這樣就沒問題了 但要他打消這個念頭 我想只有你們三位才做得到 我到底… 你知道, 卓先生有這個決定 我想他只是一時而起 他這個人平時受軟不受硬 誰逼得他越緊, 他就越不妥協 他平時上班已經這麼辛苦 回到家當然想大家和和氣氣 開開心心 你哄我, 我哄你 我想他的心情好起來 自自然就會打消這個念頭 今天的竹絲雞很好吃 這杯是東松草竹絲雞燉花膠 是太太特地叫我來燉給老太太吃的 二婆, 那你多喝幾碗吧 二婆, 你…你不舒服嗎? 是不是風濕發作? 對就是不舒服, 不過就是心不舒服 二婆, 發生什麼事? 問問你的好老婆 我? 你自己做過什麼不知道嗎? 我今天下午見那些傭人在看雜誌 你讓那些傭人偷懶吧? 尤姐, 那你管教你的傭人吧 要管要教的那個, 是你 你已經嫁了人, 是姓高的 為什麼不懂得怎麼樣? 二婆, 你別誤會 是普通朋友吃餐片飯, 是他們胡說的 你懂得說就好, 吃餐片飯也被人亂寫 你記一下吧? 二婆, 有些東西我們不能用到的 阿曼華以前做過明星 當然有小孩都要跟著 跟得到有張照片的人就砌他生豬肉 跟不上都可以把舊照片炒出來 一樣可以亂一通而已 對了, 二婆, 你別相信人們亂寫 你看我嫂子對哥哥多好 就知道他多疼家人 現在的人看雜誌怎會賞心呢? 大家都知道他們找到小孩吃 二婆, 其實是我不對的 我會避忌一下, 以後不會發生的 別生氣了 走吧, 吃飯了 領씀幫他吃, 起來 接下來 問答得 cracking 嗎? 溫暢 我高興你有這種決定 我都知道你只為了一頓紅酒 放棄一下內娘娘物 要不我開給你的條件, 適合你三歲 你說因為錯了? 無論如何, 謝謝你 怎麼這麼怨氣? 疼老婆也叫怨氣嗎? 我是不是要出步自尊 才能表揚我老婆這麼多年來 幫我做到的事 對外她是奧公關大使 對外是打理頭家, 忌忌店的好老婆 怎麼了? 見義婆剛才叫我放完我一大生之後 打算進來哄我嗎? 我不是哄你的, 我說真的 我很清楚你做的一切 都是全心全意的為我 謝謝你, 老婆 不過找到卓三談好Vincent 幫她和我 還要扣乙婆的舊豬頭骨 有你這一句, 我什麼都值得 幸好當年我真的沒選到公子過兒子 我也知道我英俊 是, 還好運娶到你 因為我覺得那些富家公子 是因為娶我回家裡敗 而你就是真心對我 我老婆智慧與美貌並重 當她花瓶拿來敗就糟糕了 不過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以為你和父母打架得 是捨不得以前的生活 是, 那現在呢? 現在我完全明白 你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我 但是辛苦你了 那你知就最好了 你看看, 親親的都掉了 是 我可以值得什麼時候才值得完 我'sijk 是 你餓了 親親吧 我要擔心 我彿繃了р乡 我去死也是 我不可能和我上班了 我媽媽炒了你魷魚嗎? 好消息是, 頂尖收購了我們的公司 所有同事都有一份工資 傻瓜, 你弄我 當然嘛, 我們辦公室 以後都搬到頂尖總部那邊 我們以後都不能一起下班上班 我們每天會少見兩小時 傻瓜, 人望高處嘛 公司有價值才會被人看中收購 有得加工, 代表公司重視你們 希望你們每個都留下來 那倒是, 公司有發展的好事 總之別多說了, 我們找地方慶祝 想吃什麼? 不行, 大老安和大嫂今天會回來吃飯 順便幫二老拆石膏 不過大老安叫你一起吃 又行 你慢慢來 小心點 我放手了 可以… 別害怕, 來, 走來看看 來, 細胖一點 是呀 你們別讓人一句 吵著, 阻礙集中精神 細胞, 拿著 行不行? 我看看我不用拐張行不行 院長說你的肌肉要慢慢奪練 你不要亂來 普通人要慢慢來, 我是關熱哥 沒事的 Oley, 小心點, 小心 慢慢的 沒事, 小心 小心, 小心 看得到 慢慢的 是呀, 小心 先看看 院長說沒事吧 我也說可以 來… 小心… 大二哥, 怎麼這麼好禮? 看得到… 都說了你了, 跌到上街才安樂 大丁特地上來學你拆石膏 各位, 我今天又上來吃飯了 什麼事? 上來吃飯就好, 用不著買東西來? 我順便幫駱駱控捉了 你弄大張套嗎?這麼不小心 頂尖收購了我們的公司 我們全公司的人也有薪金 這真的要好好去 頂尖地產粥雞也是 他收購了你們的公司, 那豈不是要做嗎 大嫂, 你找工作是怎樣的? 有點阻礙, 我剛剛開始找 慢慢來吧, 找工作的事不用急 糟了…老公, 我廚房攀豬腳 我還沒死, 你真是做不習慣 好, 媽媽, 做什麼? 她轉成了?這麼多幫忙? 是誰, 她只顧著 給阿康那鍋炆豬腳 好, 異形保盈 異形 那是吃雞腿, 煮來大家一起吃 什麼?我現在幫忙照顧桂桂 老實在我還大肚子, 不方便 有幫忙做就算是這樣 老婆, 你真聰明 你照顧自己的女兒 也敢在這麼多人面前 認真聰明, 你不面紅 桂桂, 你現在自己有間房 讀書有沒有比較專心? 又說八娘, 我連了三次 我就輸了一百分 這麼厲害?貴貴 所以說, 家裡居住的環境 對小孩子讀書很重要 姐姐, 你看看 媽媽買了一個爹地公仔給我 這麼漂亮 對了, 我也買了新的顏色筆 不如我們一起去放畫公仔 好啊 來… 不過進去玩吧 謝謝你… 對了, 老婆, 你們搬到桃花環 住得慣不慣? 不錯的, 到處都很方便 而且外面有東西吃了 什麼碗仔廁、雲吞麵, 什麼都有 對, 鄰居也很好 那我安心點 幫忙開飯吧 對, 請你開飯… 去那邊坐 小心, 小心… 小心, 小心, 不要懶惰 行… 弟弟, 你今天有請的 是呀, 回家, 回家, 是呀… 是呀, 很久沒叫我外賣了 放假, 約你姐姐一起叫外賣吃薄餅 不好吧? 不好? 那你們倆這麼難得一起放假 還叫外賣薄餅, 虐待自己? 是不是? 那倒是 是呀…來, 放桌子吃飯吧 今天很飽 你繼續這樣吃飯, 你快點肥丁了 這麼開心就多吃一點 當然了, 其實你家人真是好 就算有什麼爭執也好 也不會有隔夜仇 整家人嘻哭不知多開心 其實你也可以這樣 有些事回不了頭就別這麼執著了 待會大家不要過 其實我也知道 對了, 我有個好消息有個壞消息 你想聽誰? 你是不是想弄我? 那好吧, 照麗先虎後甜 先聽壞消息吧 壞消息就是Aero4的演唱會票 我是買不到的 怎麼會這樣? 你早就排隊去買票的 要等他們來也不知道要多少年之後 好消息就是我朋友的朋友有兩張票 但是每一張票加一百元 不是呀, 買要加一百元? 不用考慮了 我已經給了錢, 票也要拿了 很難受 只要你喜歡, 什麼事都是好消息 那張票這麼貴 那天一定不開去HT 一定要準時入場 謝謝, 有車了, 我回家打給你 你上去吧, 好, 好 謝謝 姐姐, 先喝一杯熱飲料 還有錢要找 怎麼樣?找我什麼事? 沒有, 想找你量度一些東西 量度什麼? 姐姐, 我想讀稅 你這個長期量不是月中花了錢? 不是呀, 姐姐 實不相瞞, 我被人解僱了 什麼?什麼時候的事? 我早上見你起床上班 我不想你們擔心, 就假裝上班 我每天去游完水 然後去圖書館, 再去商場搶 搶到時間了, 我才回家 難怪都看得黑了 對了, 失業還想要去玩 錯了, 姐姐 我在圖書館有看報紙找工作 只要用半個心去找 你口錯了, 姐姐 是有心去找, 但找不到 姐姐, 你不要爆香口 現在大老安剛搬出去住 我答應過他多給家用 讓他知道我失去工作 一定會擔心他, 到城屈出病 姐姐, 我要你幫忙, 姐姐… 要多少? 不太多, 兩千就夠了 夠不夠?你每天都要去吃飯 坐車, 看電影的 真的, 知我姐, 看姐姐 好, 三千, 三千就夠了 要橫的 沒問題, 但沒有錢限期 好 好嗎? 謝謝高先生 各位同事 高先生, 很榮幸我們USL 給頂尖體重收購 從今天開始, 高先生就是我們的大老闆 別這麼傻, Mike也是股東之一 所以仍然是你的半個老闆 以後就要靠你帶領同事 放心, 高先生, 我要向你承諾 我會繼續帶領這群出色的同事 替公司做些成績出來 不會令你失望 好, 新環境 大家可能需要一點時間慢慢適應 希望將來可以沖澄入座 一定… 再見, 高先生 再見… 新人事是新作福 稍後就去人事部拿家信訊 希望大家對家福滿意, 做事… 加了我五十百分? 沒想到現在年中也有十個百分之一 我從頭以為只有幾百分之一 原來加上幾年, 也沒有你加那麼多 那我多慶祝 不要 家樂, 我們去吃飯, 要不要在一起? 不, 我買多了三文治 沒問題, 你們吃吧 說吧… 再見… 你沒事吧? 高先生, 沒事吧? 我不覺得你沒事 或許我可以解答你們的問題 你不要去房間談 坐吧 怎麼樣? 到底有什麼疑問? 其實是這樣的 我今天收到人事部的家信訊 我打開之後, 發現是加了我五十百分 那怎麼樣? 但是其他同事是十個百分 所以… 所以? 我想人事部搞錯了 本來大難, 五十百分 我真的不打算說給公司知道 不過想心不疼, 人事部遲早都會知道 如果他知道我特意不說出來 要我賣點錢, 我豈不是更慘 所以我稍後會去人事部搞清楚 我沒見過有一個員工, 像你那樣坦白 你待會兒不想去人事部 你沒搞錯, 人事部也沒搞錯 公司真的加了你這個數 是五十百分 公司開了會, 決定升你當職員 所以就有這個家福 什麼是真的? 但是我當職員, 我經驗不夠 會不會太快? 你不是想告訴我你不想升嗎? 我只是覺得我沒那麼大的頭 其實我寧願一步一步, 慢慢來 如果公司肯多給我一些機會 獨立可以策劃一些項目 我心滿意足 好, 如果升職對你這麼大壓力 我也不勉強你 說真的, 我真的很欣賞你答實的性格 封術裡面的銀碼 隨時讓你有工作表現時, 花仁惑回 謝謝高先生 不好意思 喂, 大丁 什麼?你去不到L4演唱會嗎? 你試試嗎?你老闆吧 那麼短時間, 我去哪裡找人陪我看 阿榮不懂得欣賞的 好吧…那算了, 我自己搞定吧 再見 不好意思, 剛才我聽你說 你有L4演唱會的票嗎? 其實我撲了一撲票很久了 真的嗎? 你介意不介意把票給我們的粉絲嗎? 當然不介意 不要緊, 我們一起去吧 不要浪費了那張票 放心吧, 我會把票給你夾給你的 好 好 我這次沒坐過L4演唱會 否則不知道等多久他們才有下次 你趕時間呢? 不知道車子什麼時候到? 他在繞過來, 應該十幾分鐘左右 糟了 你沒事吧? 我剛才下班太貧能, 我還沒吃飯 我隨便喝了一杯鮮奶 現在有點惹肚痛 我陪你回去吧 不用, 我不能夠工作 小環可以, 不過大就… 阿超, 你還有多久? 你還沒去到嗎? 那好吧 我司機說前面住的位置有交通意外 機車塞死了 你跟我來吧 終於都舒服了 好漂亮 待會再看 我看見你, 看見你 好精緻 我看見無銀店也是, 不然在這裡吃東西 剛才我聽你說放工時還沒吃過東西 我打算幫你點清淡一點的 你應該適合吃的 謝謝 我不會幫你點東西喝的 你看看想喝些什麼 好 好 一碟芥蘭要八三元嗎? 不好意思, 花費這麼多了 我只是借洗手間而已 要你租這麼豪華的酒店 我覺得很浪費 有時候價值的東西不是這樣衡量 你一定是吃貴的東西多 不知道街市的菜賣多少錢斤 我當你大風下雨這樣算 十幾元斤 那百三元就是十斤菜 普通人吃到幾頓了 這碟, 一陣風就沒了 誰說你知 我不知道街市的菜賣多少錢斤 我也做過打工仔 我也過過打工仔的生活 大巴士、蹲大排檔、穿便宜衣 鞋子穿爛了, 拿去補 都捨不得買那些新的 我全部都試過了 不過每件事的價值 其實是包括實際價值和變相價值 變相價值? 每件事因為它身處的地方 加上它背後種種的經營 而令它的價值增加 就像這裡那樣 五星級環境, 有名廚主理 又有專業體貼的適應服務 那碟芥蘭送過來的時候 仍然保持著菜的溫度 菜的原味和營養 舒舒服服地落入你的土地 這麼複雜的工序加起來 怎麼會不值八三元?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不過我始終也接受不了 為了借洗手間浪費這麼多錢 我始終也覺得太浪費了 人是因為需要而消費 只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經濟能力 就像今晚一樣 你有這樣的需要 而我有負擔得起的 所以就得出這樣的選擇 其實浪費不浪費, 只是觀點與角圖 就像這頓飯一樣 如果你不好好享受它 我肯定會變成浪費 那倒是, 謝謝你, 高先生 是呀, 阿羅 你上次不是說這裡有一間夜冷店嗎 我找的也找不到 是呀…在前面嗎? 好…你回來吃飯 知道了…對了… 阿羅, 我還有朋友, 打給你吧 再見 這麼巧? 是呀, 我真好 我剛剛不斷熱鬧鬧就認得是你了 有空嗎?一起喝杯東西吧 好呀 我們有沒有十年沒見? 是十三年 九七你結婚後就沒有消息了 那時候銀行大兜亂 一個就調去新家, 一個就調去九龍 想見也難了 結婚這麼久, 沒有小朋友嗎? 有呀, 有一個 一個就夠了, 四百萬, 這麼貴 你呢? 幸好沒有, 剛剛才辦完離婚手續 是嗎? 有些事早知道不合適是好事 免得浪費大家的時間 今天是不是你購買日子? 我買了你家的東西而已 做幸福少奶奶不錯吧? 我大謊說做了全職師奶 已經有七年了 不過我最近打算出來工作 為甚麼? 沒有, 我見過女兒大了, 都不瘋狂 我趁自己還沒脫節之前 就想出來工作 那你有沒有想過做甚麼? 做回銀行? 不過就不太順利了 始終七年沒工作 被人壓價有很多藉口 要不然就說我不懂那些產品 要不就說我九七年時的價格 跟現在沒得比 總之被人壓價壓到大年級 那樣 朗橋, 我現在在萬基銀行 你有興趣來我分行做嗎? 你願意請我嗎? 你開玩笑而已吧? 我是認真的 我這間分行也有些話事權 問題是你有興趣嗎? 我當然有興趣, 但是… 放心吧, 不會很困難 你做了銀行那麼久 我不相信你的經驗幫不了你 最重要的是你要全力 而且我跟你合作了那麼久 我知道你的人做事夠認真 一絲不苟, 正是我需要的人 你會不會太抬舉我呢? 我建議你先入職 然後考你沒考過的牌子 好像財務策劃師 我會留一個専業的位置給你 當你取得分所有的東西 以及考了牌子之後 就可以明正言順坐専業的位置 我還可以給你以前的人工 你說的東西還沒完美一點 那你答應呢? 我吵飯應了 我今天幹嘛出門而貴人 好嗎? 這麼巧? 你也這麼巧? 沒有, 阿朗橋喜歡看Tom Cruise 我特地撲了兩張職業特工隊的票 跟他們看電影 我也是 看電影 看電影 你是屬於我的 打開, 想什麼?等你就走吧 對大妄想 顯得我太妙小 落力幻想想得我更困擾 那日誰因誰失身心潮 還保留多少 浪漫已經走不到 已破曉 夢未大海觸得到 已不消 那日誰跟誰低 亂的愛 在高樓之間 笑好點 天啊 在高樓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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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